今天我们来讲一个八字 给大家分析一个案例 这个案例也非常的特殊 并且我今天给大家着重讲的一个理论是什么 那么就是一个流通的命局 无论一个命局的好坏 平衡 平衡是前提 重点是流通 我们既要流通又要平衡 其实才是一个上等的一个八字 那么我们今天就来讲讲这个八字 这个八字就具备这一个条件 大家来看 无子 更生 遗仇 人 我们先来分析一下这个八字 我们通过之前所学的理论 我们来分析 以暮生在的是什么 秋天 秋天除死地 大家说对不对 除死地那么非常之弱 再加上日作财心 虽然有持住的人水 但是人水无力 对不对 幸亏有年住的止水 它才稍微有点力 但是这个八字这么分析 是完全错误的 为什么说 大家来看 这是以梗 这是梗 对不对 以梗进行了相合 大家能理解了吗 以梗进行了相合 以梗被梗晶进行了通化 并且由月令生晶进行了引化 那么以梗就出现了一个变化 非常之大的变化 梗是什么 以梗为晶 大家能理解了吗 以梗为晶 这就是这个梗晶出现了一个非常之大的变化 由若变成了墙 金来生水 对不对 那么这个梗晶就特别是旺了 再加上这个仇徒 由财心现在变成了什么 变成了印心 那么它声音旺 我们就非常明白 我们如何让这个命局进行变化 那么它的喜用神也就非常简单了 第一个是什么 是火 对不对 第二个是什么 第二个是木 下木 以木 木 水 就是它的喜用神 为什么 大家来看 首先 火必须得是旺火 不是旺火 是不行的 因为它的实柱有一无火 所以说火也是它的喜用神 旺火来熔炼金 金才能成为一个有用的一个器皿 才能把它融化 才能让它成财 就这个道理 但是这个命局当中 它的水是非常之旺 水是非常之旺 水非常之旺 那么金来生水 水来生木 那么财也是它的喜用神 那么就是木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流通 就是因为流通 你想这个命局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大运 它的大运从二十六岁开始 就开始走这个大运 但是那个时间 它只不过是刚刚的开窍 为什么只能说是开窍 因为它二十六岁走的是水的大运 对不对 鬼害 虽然是无鬼相合 但是没有核化成功 水受到了制约 但是没有核化成功 大家来看一下 那么水它还是水 这个时间它只是在运作 但是它的付出和收获 是完全不成正比的 为什么 是因为没有财的出现 就好比它具备了资金 它也建了厂房 它也进了社会 它也生产了产品 但是这个成品就是无法推向市场 变不了线 为什么 是因为无财 它自身有能力 并且也有精英的头脑 但是没有财 没有财 这个水如何去生财 如何去生木 生不了木 所以说它最终就是白忙活的一种状态 那么二十六到三十六就是这种状态 白忙活 它只不过是在二十六到三十六当中的一个流年上 像什么流年 像隐 隐年 卯年 它都是不错的 隐 卯 只是在这流年上 它是非常不错的 为什么 是因为隐为木 隐汉又进行河 卯和汉又进行河 卯本身也是木 所以说它只是在这两个流年上 比较不错 大家能力也有这个意思吗 但是它三十六岁走的家子大运就不一样 家子大运就是水生木之运 并且金 以耿相合化成金 金来生水 水来生木 本身又是家子又是石神生才之大运 所以说家子大运就是它发家的正式开始 对吧 家子一直到遗丑大运 那么这个遗丑大运就开始走下坡路 因为乙木受到了制约 所以说这个运程就受到了制约 但是五十六岁之后又开始分回路转 由经商变成了其他的盈利模式 是因为什么呢 是因为五十六一直到七十六之间走的是丙隐和丁茂大运 这个时候火的力量就完全利用得到 利用得到 并且是忘火的一种状态 所以说在五十六岁之后 他的事业也出现了转型 因为从财到官的一个转型 并且大家来看 五火用上就是因为这个运程 水用上是因为甲子和遗丑的运程 所以说这是四十年大运的一个运程 从三十六开始一直到七十六岁 就是这个状态 这就是一个命局的一个组合 大家来看 我们一定要从各方面进行分析 然后分析出它内部环境 外部环境 包括整个命局的一个变化 所以说在分析一个命局的时候 大家一定要注意观察 核化的这么一个因素 这个因素就决定整个命局的一个关键部位 就是核化 就像这个面局 一梗一镜像和整个命局都出现了变化 对不对 那么从启用神的应用上 大家来看 什么时候用木 什么时候用火 都要根据整个命局来进行确定 并且火的程度有多大 水的程度 木的程度有多大 都是要根据整个命局的五行变化 我们来应用得当 它才知道什么时候它做好运 什么时候它是败运 大家能理解这个道理吗